今天我来是想跟你介绍一个 非常优秀的学生 看看弟弟的号码还没有开 全部都中了 买一号开二号 买五号开六号 买十一号开十二号 全部都差一个字 妈 弟弟真的很倒霉齁 挂钱吧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吗 挂钱吧 挂钱吧 他就是李玉玉 那但是呢 他总是领没一脚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倡议点点的机会 到底是命运的作动 还是上天的安排 那么这一次我们选择了 把这个焦点都放在一群年轻人身上 因为我们在创作这个剧馆的时候 林先生说他想 做一个不幸运的人的一个故事 来做一个反面价材 来鼓励我们身边的人 只要你坚持 就是带着一颗很正面的心态去面对的话 那差一点重视性可能只是一个阶段 慢慢的最好 所以人人都是天空仔 出名 怎么看现在有很多的后背 因为其实现在的后背真的太厉害了 他们这里本身就是编织导致眼 对吧 什么都是一脚踢去做 所以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 我们那年代就比较一步一脚慢慢做 你跟伟良有很多的对手心 当然两个就是 一家人嘛对不对 那你是第一代有关可以 有其他任何的 tips 有没有什么贴士 没有啦 我看过他跟老婆 我觉得他演的比我还要好 所以他很自然很投入很生动 可是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我演的时候是很刻意做出来 所以这两者之间有点差异 秀华呢 觉得你今年演员的表现如何 其实他也是很值得我们的学习 因为我会出演有像CZ一样的 看剧文革很多次 然后台字摇飞 然后再想一下两个问题 就是像以前那套 会做功课 对会做很多很多功课 真的是你啊 你还敢说你不喜欢青青 连底部都是青色 这部戏真的是我的第一次 而且我对新加坡的认识 就是从这个电影开始的 认识了很好的盼儿 导演老板 还有朋友们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 我对新加坡的印象就是 新加坡人真的非常nice 男生也不错吧 对 我要对你好吗 非常好 说得这么 人家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 我觉得如果在这边 我数五秒的话 你应该可以正眼看着他五秒 我们现在开始来好不好 准备 准备 正眼看他五秒钟 准备 开始 倒数 开始 五 四 你怎么那么尴尬啊 你连一秒钟都不可以 你到底怎么了 没有 我听说他连拉你的手都不敢 我觉得他少 就是拍戏的时候少拍感情戏 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的话 我很怕有一天我们也会分开 所以他对女生都是 因为他是一个很紳士的男生 所以他对女生都有一个就是尊重力 其他人在脱下 我的女主角说得多好你看 你说的多好 你说的多好 我觉得他拍戏的时候真的很专业 然后他很就是耳语分架 然后他学到的底下都会怎么说 然后他真的就是很 对他很因为他是一个 他用一个新人的心态 虽然我也是一个新人啊 可是他会问一些 可能我也忘了问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对我也有很大的起跳 做一个新人 恭喜大家 也要恭喜表演找了这么好的配搭 这么好的一个组合 热爱的掌声 恭喜我们这个演员 太太你求什么 我求我儿子的孕生 求财 没有 婚姻等久久 六甲等久都没有